好 主播 现在全台湾的民众都非常的关心的 也就是Delta的印度变异株群聚感染 因为在日前的屏东事先爆发了 全台湾第一起Delta印度变异株的群聚感染 所以这样图表可以看到了 其实目前来说这个屏东的Delta群聚感染的累积的个案 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昨天也研判了 现在相关的感染人数已经大概是12个人左右 而且疫情指挥中心昨天还公布了另外一个个案 也就是案14734 这位73岁的个案 目前他的感染源还在调查当中 之所以这个个案会引发大家的关注 主要大家也会很害怕 说Delta的病毒难道是入京北台湾了吗 因为我们从另外一张表格来看的话会更清楚 首先是案14734 他是一名73岁的果农 他是在昨天所公布的最新的本土个案 是在屏东的芳寮 为什么大家很关心这名个案的原因呢 主要也在于 他是曾经跟芳山的Delta群聚个案 曾经有足迹重叠的地方 足迹重叠的地方呢 也就是他们都曾经到过芳寮的医院来就诊 只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屏东县政府昨天是强调了 一个是在门诊 一个是在急诊 所以这个时间差还有地点上面还是有些差距的 而目前呢这案14734 他究竟是不是感染了Delta的印度变异株 还有待釐清 因为呢他的感染源目前是不明的 所以他的检体呢 现阶段是先送到了台北的昆阳实验室来进一步的化验 而刚刚不断的提到大家很害怕Delta是否入侵北台湾 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在于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下午现在脸书直接爆料了 他说有两位台北市民曾经和这个确诊个案有接触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柯文哲的说法呢是指 这两位市民是在6月20号的早上6点半到10点之间 曾经和案14734有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他们的关系呢其实是亲友的关系 这两位市民一个是这案14734的妹妹 另外一个则是她的妹婿 他们是曾经从台北开车到屏东 来短暂的探望这案14734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 昨天台北市府他们接获了通知 强调了这两位市民曾经有和这案14734接触过 所以是引发大家的恐慌 所以呢目前这两位市民 昨天也到了医院进行裁检 并且要入住检疫所 但是目前他们的检验结果 还没有办法公布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北市府强调了 因为中央也非常的关心 这两个个案的裁点结果 所以地方政府呢也必须和中央进一步进行讨论 才会对外正式公布 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最新状况